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原本上傳可能會參選特首的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他已經在晚間證實向特首林鄭月娥請辭 並且也親口宣布 如果請辭獲准將會正式參加特首的選舉 來聽聽看他的說法 李家超感謝林鄭月娥從二零一七年起對他的重用 同時也感謝香港人 港府目前暫時沒有公佈由誰來接任政務司司長的職位 而香港媒體則是指出中聯辦 已經約見了部分的選舉委員 並且指出李家超將是本屆特首唯一的候選人 換句話說李家超成為下一任的特首 可說是大勢底定 也讓他成為第一位警隊出身的特首 哈囉大家好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嗎 一定要趕快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